2月26号是李志廷的生日 本以为这位即创作歌手 健身达人 电影新星等众多头衔与医生的年轻人 可以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 人家却出乎意料地表示说 30岁的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还来不及庆祝 他就要把这天变成自己的新的起点 李志廷正在向山赶拍电视剧《古剑奇谈2》 一大早咱们先到片场 看看寿星在忙什么呢 我老爸 拍摄间隙李志廷是个大火宝 但是只要一上镜头 他立马就严肃起来 咱们探班的这一天 正赶上剧组拍摄一场皇帝驾崩的戏码 李志廷这一跪就是好一阵子 终于完成了半天的拍摄任务 午饭时间有个小星期正等着这位主角 祝你生日快乐 你吃吧 没 来口来口来口 我的亲属第几次在剧组过生日 好几次了我好像是 对每一年都很开心 都很多朋友陪我过生日 出道之后李志廷大部分生日都是在剧组度过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才得空和喜爱他的粉丝们聚一聚 其实我是等了三十岁等了很久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三十岁才是真正一个男人发光发亮的时候 在李志廷看来三十岁是一个开始 春节党的电影《功夫瑜伽》就是他事业上的新高峰 即使到目前这部影片票房已经突破十七亿 没有真的没有 当然之前就有很多人说 志廷大可放心啊 成龙大哥 这个春节党肯定十亿没问题 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 真的 这样的成绩自然是用努力换来的 经过这一次和成龙的合作 李志廷也坚定地走起新一代打星的路线 主要 但是我为了拍成龙大哥 唐吉里导演的电影 我是做了很多的训练 对 我最疯狂的那时候一天训练四个小时 我这武打戏 动作戏是有一个很 说不出来的美感 在当中 所以我很希望 希望 接下来接的都是跟动作有关 做动作戏 直到最后一个采访结束 李志廷当天已经工作了 超过12个小时 不过他却是累并快乐着 正式进入儿女之年的他 也默默许下了一个暖心的小心愿 因为我其实我常常会看粉丝们给我的评论 很多都是各种说心疼我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 30岁了今天 我再也不能让别人心疼我 我希望能成为一个 让他们只有 觉得有安全感 而没有焦虑 的一个演员 娱乐行情地向山采访不到 下在这边 我猜 我猜